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与全国人民一起回望过往的奋斗路 眺望前方的奋进路 习近平强调 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 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 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在泉州的台胞聆听了 习主席的新年贺词 他们表示更加坚定了 在福建扎根发展的决心 台胞邱俊杰2015年 从台湾来到泉州 参与筹建福建省投资规模最大的 台资医院 泉州颐和医院 习俊杰说 短短几年 医院逐步步入正轨 令他倍感欣慰 不少台湾医师 也纷纷前来泉州 体位这里的获得感 幸福感 在辞旧迎新之际 聆听了习主席的新年贺词 他倍感温暖 习近平主席每一年的新年贺词 都像一场温暖人心的开幕序曲 包含深情 振奋人心 一直以来习近平主席高度的重视两岸关系 欣系台湾同胞 从血脉亲情 历史文化 民族复兴等 多层面赋予两岸一家亲的新的内涵 我觉得2024年一定是机遇之年 作为我们来说 一定要勇于探索创新 紧跟国家发展的脚步 我们也要做好两岸桥梁扭带的工作 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贡献一己之力 泉州台商投资区 吸引着不少台胞深耕这里 说起在大陆的创业历程 他们都很有感触 林大伟也是其中的一位 他说现在想来 五年前来到泉州 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 让他心潮澎湃 对未来有了更多美好的憧憬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新年贺词中 展望了充满希望的2024 当下大陆加快构建新的发展格局 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注入了新动力 而不断的落地的优惠政策 也为我们在福建深耕的台胞 创造更多的新机遇 我越发感觉发展的空间 将更加的广阔 发展的前景将更加光明 当下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 我们可以说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 而我们身处在这个 以台湾一水资格的福建 这里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 提供足够广告的空间 和足够多样的机遇 所以对于2024年 对于未来 我们充满信心 辞旧迎新 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 2024北京新年倒计师活动 在守纲园隆重举行 活动以精彩之城 精彩启程为主题 表达了北京在新时代新征程 精彩启程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北京篇章的坚定信心和时代风采 守纲园灯光璀璨 在倒计时声中 人们迎接2024年的到来 新年快乐 2024年希望我的家人身体健康 然后大家平平安安 然后参与滚滚 2024年的愿望 我希望新的一学戏 能继续当北京第一名 万象衣食 中古齐名 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张继先生辉豪书写的 《新年快乐》 在零点十分亮相 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化自信 据悉 这一形式 也将成为今后 每届北京新年倒计时活动的 保留环节 本次活动还充分结合 守纲园工业遗址 与奥运遗产并存的场地特色 商业空间与文旅场景丰富的 资源优势 通过高中低空间设置 点线面系统布局 打造多点联动的全场景 沉浸式迎新年活动 意大利阿斯蒂 韩国首尔 塞舍尔维多利亚 新西兰惠灵顿等 世界旅游城市 联合会会员城市的市长们 通过视频 为北京送来新年祝福 而北京也以开放包容 坚收并蓄的文化胸怀 努力建设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世界文化名城 增进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互建 元旦假期里 各地迎新的节日氛围越来越浓 人们游园赏景 参与各类文娱活动 共享美好生活 这个假期 深圳滨海公园里游人如知 大家吹着海风散步休闲 尽享假日时光 在厦门原博院 落雨山层层叠叠 倒映在湖水中如油画一般 吸引许多游客拍照打卡 昆明海红湿地公园里 层林浸染的湿地风光 上下翻飞的海鸥 让游客们沉浸其中 武汉植物园里的1.2万株热带兰花 姿态独特 绚丽绽绽放 有很多摄影爱好者 来这里拍照创作 在北京 各个公园的活动也丰富多样 渔渊潭公园里 大家踢剑子打花棍 家长们还能带着孩子 参加学传统印刷 制作文创花灯的活动 让孩子去更多的去体验 非常的有意义 希望现在一年里面 家人都能够健健康康 祖国也能够繁荣盛盛 这个假期冰雪油十分火热 在黑龙江亚布利 56条雪道全部开放 假期首日就接待游客 超1.2万人次 在吉林辽远 当地将传统灯式建筑与冰雪 相结合 打造出别具一格的冰雪世界 新年到了 然后也一起踏踏雪 看看冰 感受一下这里热闹的氛围 2024年 希望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都有个很好的开端 在海南三亚 游泳 玩沙等 缤纷多彩的亲子运动 让游客们在山水间畅想假日生活 在新疆乌石县 当地农牧民组成16支队伍 用一场场排球赛迎接新年 让我们精气神足了 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来参与体育运动 体验运动的快乐 这个假期体验国潮飞移 成了休闲旅游的新热点 在山西大同 博物馆以龙为主题 通过陶瓷器 青铜器等 包含龙元素的展品 让游客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江苏苏州 虎丘塔下的元旦游园会 集合了传统手艺 飞移文创及特色小吃 吸引大批游人参与 在辽宁盘景 人们聚在一起 贴窗花 做堂画 看表演 细庆氛围拉满 湖南长沙的市民游客 近距离体验民间戏曲 纵边等十余项 胡乡飞移项目 感受浓厚的新年氛围 广西玉林的百年老街 十字街上 飞舞着文化遗产 民俗 美食 一起打造了一个 沉浸式互动体验市集 观看传统民俗 与飞移展示 让大家都感受到了 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给人一种回味无成的艺术享受 张灯结彩迎新年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 各式花灯点亮节日夜晚 一些街道和广场上多样灯组 将城市装扮得绚丽多彩 在河南洛河和尚街古镇 形式多样的羊皮灯笼 荷花灯 诗词灯 烘托出了浓浓的新年氛围 在安徽黄山岩寺老街 大红灯笼与粉墙带瓦交相辉映 传统的舞龙表演穿梭其中 祈愿美好新年 在四川梁山 拥有六百余年历史的建昌古城里 游客熙熙攘攘 在河北灵寿 游客们欣赏了一场 即彩灯冰雪 传统活动表演为一体的 冬季文化旅游盛宴 昨夜清晨 妈祖顾礼 莆田梅州妈祖祖庙 举行了跨年祈福活动 吸引了海峡两岸千余名信众 相聚梅州 同夜妈祖共赢新年 三 二 一 新年快乐 在稻鼠身中 在中国齐宁身中 我们迎来了2024年 梅州妈祖祖庙 向全世界的妈祖庆祝 送去了新年的祝福 随着绚烈的烟火 在夜空中涨放 一瞬间点燃了新年的氛围 火树引发 曼亮了整个梅州岛 妈祖新祖们 在这慈旧疑心之际 更是要带着 虔诚的心愿而来 满载着妈祖 平安的祝福而归 新年快乐 在跨年的时候 来到妈祖祖庙 要来这里拜妈祖 同时要把妈祖的慈爱 智慧 勇气 我觉得我们要把它 给落实在生活当中 我们更懂得珍惜 两岸的情谊 传送这种心灵的和谐 就是两岸的和谐 傍晚八时 此次跨年祈福的一大亮点 音乐圣典 也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开启 音乐圣典分为 妈祖圣光 择批天下 冻夜妈祖 两岸同福 妈祖福佑 祝梦未来三个篇章 两岸知名艺人 和梅州 妈祖祖庙天后艺术团 倾情演出 在温情的音乐声中 大家祈祷新的一年 所愿皆成真 明天会更好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相信大家都听过 至此 辞旧迎新之际 这首歌再度被 两岸音乐人畅想 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策划并出品 资深音乐人小柯 全新制作的全新音乐视频 明天会更好 在海峡两岸老中青三代 群星演绎下 温情开启 2024新年序幕 林东将近辞旧迎新 三十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电影人 音乐人 携手献唱 用歌声涌唱人间万象更新 用真情 祝导山河光彩重生 祈愿家国安泰 共赢融合发展的美好未来 唱出你的热情 伸出你双手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脸孔 让我们的笑容 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两岸一家亲 在音乐视频中 大陆群星向台湾同胞发出最温暖的邀请 而台湾演唱者们也表达了两岸同胞 彼此携手相亲相爱 共赢新春的美好祝愿 期待这份始终温暖的时代之声 能够见证两岸一家亲的更美明天 祝海峡两岸的朋友们 新年快乐 在这里为大家送上最热切的祝福 我们共创美好明天 两岸一家亲 牵手一青春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两岸一家亲 用心点亮未来 用爱温暖世界 祝愿两岸同胞的所有期待 都能如愿以偿 让我们携手一起奔跑 向未来打卡 祝福两岸同胞常来常往 彼此携手相亲相爱 爱就一个字 我想对大家说很多次 感谢音乐让两岸心连心 让我们珍惜每刻 继续勇敢向前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 转向台湾岛内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对美采购66架 全新F16V战机 按规划将于2024年 交付单座机双座机各一架 根据预算书显示 台空军今年1月至12月 拟派遣65名官兵赴美 接受战术专精训练 总人数相比近三年 派出的50名还要多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空军的奉战项目 是将台湾的140架 F16A B战机升级为F16V 已在去年完成 台空军另外以奉翔项目为代号 对美国军购66架 全新的F16V战机 根据奉翔项目的原定规划 台军本应在2023年 获得一架单座机和一架双座机 但美军此前表示 负责组装的美国武器厂商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遭遇复杂的开发挑战 因此交机进度略有延荡 虽然首架机研制2024年第三季出厂 但台防务部门仍强调 全案在2026年前完成交机的规划 没有改变 此外 根据台防务部门2024年度的预算书显示 台空军将在今年1月至12月 拟派前65名官兵赴美国进行战术专精训练 预算超过3959万元新台币 总人数相比前三年 共派出的50名官兵还多 此外 在台陆军部分 因台军对美军构的M1A2T坦克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将在2024年起分批抵台 为确保操作失资及围保人员养成 台陆军今年起将选派114名官兵到美国进行换装训练 对于美台的军事勾连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此前表示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美方与中国台湾地区发展军事联系 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有关规定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安全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吴谦强调 我们敦促美方悬崖勒马 停止武装台湾的危险举动 以实际行动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玩火者必自焚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妄图倚仗外部势力以武谋独 终将以失败告终 台军151一期延长一年的规定 今天起开始实施 台防务部门表示 已完成36处营社整修 每T4最大接训总量可达12000人 据他们媒体报道 为强化台军的所谓战地 一年至151 在2024年1月1号正式实施 台防务部门称 台军在2024年兵员配付计划 已交由台行政机构核定 各军种都有配付原额 台防务部门 以议政单位推估每月15亿的人数 完成入伍训练梯次规划 并配合议政作业七成 保持滚动调整 有关营区宿舍的分配 台防务部门称 一按七成完成36处 营区宿舍的整修 每梯次最大接训总量 可达12000人 除提升官兵生活质量 也可满足官兵住用的需求 另外 包括新兵训练阶段的野战服装等物品 也都已经完成筹补 针对训练规划 台防务部门说 自2024年起 台军志愿役或义务役的入伍训练 均以新制八周课表执行 并新增战商救护 城镇战 民防任务 灾害防救 及实战化射击 与新式武器装备操作等训练项目 对于相关议题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日前表示 民进党当局推出 岛内义务兵一期延长一年后 争议不断 抨击不断 对岛内民众的反对 台湾青年的担忧 以及这些青年父母的关切 民进党当局充耳不闻 视而不见 陈兵华表示 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 操弄乙武谋独 只会加剧台海形势紧张动荡 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 牺牲台湾青年的未来 2018年 管中敏被领选为台湾大学校长 但因为民进党当局的台教育部门 迟迟不发聘书 导致他迟迟无法顺利上任 这就是所谓的卡管案 不过 赖清德日前声称 管中敏能就任台大校长 是在他担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时 核定的 对此 管中敏直接反击说 卡管案期间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就是赖清德 就是这段话让管中敏很不满 他在脸书上发文指出 2018年民进党当局倾尽全力 粗暴干涉台湾大学校长临选 迫害校长当选人 破坏大学自治 当时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就是赖清德 管中敏批评赖清德 回避问题 无法逃避历史与责任 看看卡管案的时间点 赖清德是在2017年9月到2019年1月14号 担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而台大校长临选争议 是从2018年1月5号开始延烧 一直持续到2019年1月7号才落幕 他其实忘了 整个卡管案就是在他一年多 担任行政院长的任内 这样子颠倒是非黑白 厚颜无耻的说法 大家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绿营民带急忙跳出来 想为赖清德辩白 但事实胜于雄辩 卡管案发生的时间点 完全都是在赖清德 担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期间 说与赖清德无关 恐怕是毫无说服力 赖清德在证件辩论会上 宣扬台独贩卖两国论的言论 在岛内掀起了一片塌伐 台湾联合报直指 赖清德灾难性的表述 无疑是他在全台选民面前 自证台独的一番表白 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评论指出 赖清德对所谓台独的解释 像极了他在赖皮疗争议上的 牵托狡辩与煽动民粹的手法 正如赖清德明知老家房子是违建 却一再用家族历史 矿工苦难等主观情绪进行包装 用寄存建筑历史工业等画术 来模糊其违法属性 赖清德也明知 其所谓的台独主张 早就为岛内多数民意和国际社会所不容 却还是执迷不悟地创造出 所谓台独是社会极大的共识的骗人画术 欺骗和打悲情牌是民进党选战常用伎俩 难怪有人这样形容赖清德 能狡辩就狡辩 狡辩不了就骗 骗不了就赖 赖不了就哭 台湾中国时报文章点出 将选战拉回所谓主权与两岸议题 是赖清德最后的催票策略 民进党向来如此 不打所谓抗中牌 不会选举 国民党想要重返施政 没有快捷方式 只有拆穿民进党的谎言 搏倒民进党所有的论述 用理性思辨 用证据 让台湾的年轻人知道 他们被欺骗了 选民应该清醒认识到 民进党从大的论述到历史的解释 全部都是谎言 民进党就是一个诈骗集团 不但会给台湾带来战祸 民进党的渔民教育 也会使整个文化退步 会使台湾走向沉沦 台湾联合报呼吁 新年新希望是改变的契机 台湾民众不愿让赖清德这样的人 来祸害台湾 就只有在投票日那天 集中选票 下架赖清德 下架民进党 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 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个八极天十几年品质很好 是我们营物村的金柱招牌 我们村现在目前海拔 差不多是650左右 生人覆盖面积是18481亩 现在目前八极天 应该种植差不多近600亩 生态环境比较好 日月温差比较大 适合八极天的生长 一般是种植7年左右就可以采收 但是品质比较好 一般都是达到10年以上 八极天采摘起来 经过晒干 主要是中草药 一般是拿去炖骨汤 鸭汤 就可以食用了 根部比较小的 拿去弄八极天酒 它对身体也很好 不畏寒冬雨天急 行四连珠 去地刃 迎富村八极天 一村一品 福农优品 迎富八极天拼起来 张兴雨 梁洪 探索世界的脚步 从未停止 两个古老文明的诗歌 随风飞扬 足球少年的未来 正在孕育 战区的孩子们放飞了风筝 也放飞了梦想 关于希望和快乐的故事 仍在每天上演 一口上好家 一路好心情 2023年11月1日 新修订的福建省献血条例 正式施行 确定每年12月 为全省无偿献血宣传月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们一起来关注 国际方面的消息 巴以冲突仍在持续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卫生部门消息人士 2023年12月31号称 以色列军队 12月30号晚 开始密集空袭 加沙地带中部多个地区 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 随着2024年来临 加沙地带民众表示 他们最大的新年愿望 是和平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卫生部门消息人士表示 以军空袭地点 主要包括 麦加奇难民营 努塞赖特难民营 和布莱杰难民营 多栋建筑被完全炸毁 目前仍有不少人 被埋在废墟下 新一轮巴易冲突 已经持续了将近三个月 对于加沙民众来说 和平是他们 共同的新年愿望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 2023年12月31号说 过去24小时 以军对加沙地带的袭击 共造成150人死亡 自10月7号 巴易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 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已造成约2.1万人死亡 超过5.6万人受伤 当地时间 2023年12月31号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 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 该组织10名武装人员 当天在针对一艘 红海商船的行动中 被美军打死 同一天 美国官员表示 胡塞武装若不停止袭击 美方将继续军事行动 萨雷亚表示 10名胡塞武装的海军部队成员 在行动中被美军打死 胡塞武装将继续打击 所有经过红海的 以色列相关货船 同一天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克比表示 美国不寻求在中东地区 引发更广泛的冲突 也不寻求 与胡塞武装发生冲突 但美国一再明确表示 希望胡塞武装停止袭击 否则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2023年12月31号早些时候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 一艘在鸿海海域悬挂新加坡国企的集装箱货轮 当天早晨向美军发出求救信号 称四艘野门胡塞武装快艇 试图靠近货轮实施登船 美海军派出多架直升机 击沉三艘胡塞武装快艇 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 剩下的一艘快艇快速离开现场 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野门胡塞武装以支持巴勒斯坦为由 在鸿海连续袭击关联以色列的船只 此举导致多家国际航运企业宣布暂停鸿海航线 转而绕行非洲南端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稍早前宣布 正协调多国组建护航联盟 以维护鸿海水域的航行自由 尽管美方称已经有20个国家加入所谓的鸿海护航联盟 但截至目前 西班牙 意大利和法国都明确表示 不愿在美国的领导下行动 而剩下的国家大多只愿象征性派出少量人员参加 还有多个国家要求匿名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基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2023年12月31号发布通报说 为回应乌克兰军队日前对俄西南部边境城市 比尔哥罗德实施的袭击 俄武装力量对乌方位于哈尔科夫的多个决策中心 和军事设施进行打击 乌安全局领导层 外国雇佣兵 和一些民族主义组织武装人员也被打死 哈尔科夫州军事行政长官西涅古伯夫 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2023年12月30号夜间和31号凌晨 俄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 对哈尔科夫市发动大规模空袭 造成28人受伤 乌克兰国防部称 在俄军当天对哈尔科夫发动的新一轮空袭中 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和特种部队无人受伤 俄军袭击的是平民 而非军事设施 欧洲之星客运公司运营的高速铁路列车 通过海底隧道跨越英吉利海峡 连接伦敦与巴黎 里叶尔和布鲁塞尔等地 2023年12月30号 由于英国泰晤士河下的多条列车运行隧道 因管道漏水被淹没 欧洲之星客运公司取消了部分车次 导致约3万名乘客滞留车站 运营这条铁路的英国高铁一号线公司表示 经过抢修 目前隧道漏水问题已得到控制 至少有一条隧道可以使用 漏水原因尚未确定 12月31号 往返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的 欧洲之星列车恢复运行 好的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就结束了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观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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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